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卫埃略特还称 之所以关闭铁路网络是因为修订之后的火车运营时间表存在不安全因素 新州铁路工会表示 预计下周一之前恢复正常时间表 下周五开始 昆州将取消部分限制措施 昆州州长帕拉祖克今天宣布 3月4号下午6点开始 商店 办公室 学校 餐饮场所 口罩令取消 取消室内密度限制 家中访客人数上限取消 此外 择期手术将在未来几周内分阶段恢复 再来关注澳洲疫情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8931例 6例死亡 截至目前 1246例患者住院 69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昆州今天报告 6926例本地传播病例 17例死亡 目前有319例患者住院 22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昆州今天新增6300例本地传播病例 37例死亡 目前有379例患者住院 35例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